嗨,大家好,我是Almighty Josh 我相信大家都有看过我上一部影片 就是关于如果Salone可以开,你们会怕吗? 对,其实每一个人都很怕 包括我们发型师更怕 不过最搞笑的就是那一天政府的网站 果然是爆到我 没有办法可以控制那么多人 这个就可以证明其实很多人都想开店的 今天是15号 是一个你以为你可以自由自在的出去外面 或者是做回生意的那一天 没有想到就是重新lockdown的第一天 很surprise吗? 其实我们都知道的 我们都知道它会extend的 不过我们有另外一边的自己在想 如果它没有extend 那多么的好呢?是不是? 好了,飞娃小广啊 今天这个影片是一个很认真的影片来的 其实不是搞笑的 所以令人失望了 什么呢,杰?我不可以影证的吗? 我不可以认真的吗? 我其实是一个很认真的人来的,OK? 我是有时候很认真的去搞笑罢了 所以你们搞不清楚 今天要讲的这个话题呢 其实是一个比较真实 然后比较现实的一个话题来的 对吧,其实很少人讲出来 但我觉得我必须要在这边提醒大家 什么提醒呢? 你有警告吗?有声音吗? 当然不是啦 我分享而已 这样都不行吗? 那你有没有,快点说吧 我相信大家一听到lockdown extend的时候呢 其实非常紧张的 尤其是做生意的 那其实做生意的人呢 也有分很多种的 化妆师不是100%是生意人 他们有另外一班都蛮医术的 所以也不算是100%是传统生意人 所以他们不一定是知道 他们现在应该做一些什么东西的 我说到我自己好像很厉害那样 很像很清楚自己在做的什么东西 这样是不是? 当然不是啦 我和你一样而已 一样都是在担心 不过就要搞清楚 究竟是要担心些什么 对,其实我现在要借这个机会跟你们说 如果你觉得自己现在过得很辛苦 很可怕很恐怖的话呢 你不是一个人的 我们很多人都跟你有同一个经历 一点人惨过你 一点人好过你少少 不过大部分的人都很惨 就算现在有一个反省者 如果他不可怜 然后生活过得很好 他也要扮可怜 因为我们一定看他不顺眼 错的,我们哪里会那么小气 和那么羡慕其他人呢 哈哈,讲笑而已嘛 大家讲笑笑笑笑笑笑 怪话笑说了 我们现在进入我们今天要讲到话题 就是你需要担心什么东西呢 第一个最担心的当然是钱 是不是 cash flow 什么是 cash flow 就是每一个月要赚的钱 哈哈哈 你真的想着这些发言才没有读书的 啊,那对不起咯 对不起是跟他们说的吗 对不起是跟他们说的嘛 对不起,那我可以继续说什么 啊,快点 担心的东西当然是你不可以 钱呢是不是 这个是最担心的 如果这个是不是问题 根本是谋业 是需要担心的,是不是 哈哈 如果你们可以怎样做呢 第一样最重要的东西当然是 要解决stuff跟租金的问题啦 因为这两个是最贵的嘛 是不是 其实我无法在这边教你 怎么解决这两样问题 因为只有你了解你的店主 跟只有你了解你的伙计 啊,你两个呢 都还可以用沟通搞定的 看你们怎样 啊,沟通咯 Terms罢了嘛 是不是 看你们两个怎样谈 因为这个病毒的事情哦 根本是没有人可以猜到 或者是有经验的 所以如果发生这个事情的话 我觉得现在是 讨论的最好的时候咯 其实我相信现在每个生意人 都非常的辛苦 因为那个游戏的规矩变了 现在不是看谁做的比较好 现在是看谁偿命 所以可以过这一关 那如果你们真的是没有办法的话呢 你们其实可以去到政府 跟本地银行 合作的一个website 去那边看看 那边有什么银行的贷款 可以帮到你的 它的website其实就是 这个 imsme.com.my 在那个website里面呢 其实有一个meter 就是你可以拉 你要借多少钱 一个月要还多少钱 然后有什么银行 有提供这个loan给你的 当你已经填了你的资料下去呢 如果你选的loan 有很多个银行的话呢 它会给你选三个银行 是有提供这个服务的 然后他们就会在两天里面联络你 这个服务里面最美丽的东西呢 其实全部东西都是digital的 全部东西都是online based的 所以你不需要physically去到银行 做一些手术 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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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 那我不是等一下也做了这么一个影片的 一定不懂会走哪一条水哦 会pm我问我 他们到底需要什么条件呢 他们需要什么document呢 当个人会联络你 那个人联络你的时候呢 他会whatsapp你 或者是send一些资料给你的 当他们问你的时候呢 在那边他们会跟你讲 他们需要什么document 然后什么条件呢 你可以问他们 因为我不可以在这边讲general的东西 因为每一个bank的条件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问我 我大海同里讲 我拐机吗 我记走喉啦 我相信如果你们有听首相的speech呢 你们会知道BSN有一个loan 很像是零把钱的哦 是不是 哈哈 那个你必须要有BSN的屋口啦 你要先开一个屋口 然后才去看你qualify去借那个loan 他虽然是没有利息啦 把他up50钱的loan 那个是他们的maximum cap 就是如果还要借你的话 他应该不会批一次过50钱一个人哦 OK 我们现在来讲一讲common sense 现在不是我们选银行嘛 是不是 现在是银行选我们嘛 这个时候 因为在这个时候呢 如果银行批给你的话哦 你都套修了啦 因为还有一个好够风险的period来了 如果他批给你的话呢 其实是蛮好啊 然后他批了给你 你才看你要不要拿那个loan 所以现在不要看什么bank有利息 什么bank没有利息 有利息的 都去看那个利息是合不合理的咯 如果你的公司 跟你的income是可以cover的 刚才眼睛都过呢 刚才比较高派就落比较高兴啦 不还没 除非你的公司是很有钱的 借钱这个东西呢 是借爽不了OK 是借爽不了的东西呢 就你可以慢慢选 刚才华语啦 没问题 但如果不还的话呢 就你们要看那个term 合不合理咯 在你申请这个loan的时候呢 他们也会叫你填另外一个form 就是你的公司受到covid-19的影响 所以他也一样可以免多个月不用还的 我不懂有没有算利息 不过你们要看那个agreement 然后他们也会问你借钱的原因 蛤 借钱不是因为不够钱咯 但是银行就是喜欢借钱给那些有钱的人 蛤 有钱又跟银行借 我不明白 就是你借钱给那些母亲的人 你都怕他玩不到的嘛 是不是 真的太深了 一点都听不明白 所以他们会问你 为什么你需要借这一笔钱的 当然不要跟他讲 你要拿来周捐啦 是不是 当然你可以填 你要upgrade你什么online system 或者是提供一些更hygene的level 就是要投资很多tools来弄你小伦以后 更hygene啊 Google才有信不信来你的店啊 不过到最后也不是因为你的原因啦 原因是给你加一点粉 到最后他们也是要看你小伦的号码 能不能够借这个数目 是不是很头痛 很麻烦咧 不过如果人头痛跟麻烦的机会都没有 你懂得很g吗 其实现在除了等待哦 还有什么东西我们可以做呢 是不是 逮捕那么多啦 你那么多呢 好大汗啊 其实你有很多人可以走 他们也需要走啊 你现在其实是不能够等政府给你order 你现在要想办法 来帮你自己的生意 比如说你要想 接下来如果mco过后呢 你要怎样接顾客呢 你接顾客的system是怎样的呢 你还没有了呢 现在你要想了 你要想 现在mco过后呢 你的salon是怎样operate的 新的sop是什么 然后怎样管你你的star 要把team分成 分成给了个人 然后顾客来的method是怎样的 appointment based啊 还是可以接接walk in 如果接接walk in是怎样 appointment是怎样的 然后到顾客到你的salon过后呢 你们要怎样分那个seat啊 然后要怎样确保他们是安全的呢 这个东西现在都要想咯 其实我知道很多salon呢 已经做好准备 怎样把那个风险讲到最低的 问题是你们要怎样跟你的顾客沟通 给他们知道你有这个准备 或者是他们需要做一些什么东西呢 因为现在就是你们要做功课的时候 要怎样create一些info graphic啊 send给他们知道啊 或者是post在你的facebook page 你们会做什么准备给他们 让他们来salon的时候有信心咯 其实你看现在supermarket啊 那些很大的shopping center啊 那些restaurant如果现在开着的 那些essential店啊 他们现在其实是改变这了的 所以我们也要改变 因为还有很多顾客在外面 在想谁啦 我还会放salon 我还挺的呢 我很担心 我很怕哦 然后那个salon会怎样呢 现在全部人都不懂是不是 你不需要让整个世界的人懂的 你只需要让你的顾客知道 你的首客知道你们会做一些什么东西咯 包括我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会开始慢慢做好这个东西 那在价钱方面怎么办呢 我相信那个cost会比以前更贵的 因为弄少一点人了嘛 因为位置要宽一点 然后你们要消毒啊 你们要放很多disposible的东西 用了就要丢的东西或者杀毒 那个cost肯定会比以前高的 不过同一个时间我们也拿走一些东西 比如说我们现在要避免多人啊 我们不可以让人家来我们店等很久啊 然后我们喝的水我们会拿走啊 然后一些东西我们都拿走 所以我们给一些东西 拿走一些东西来代理回那个价钱 其实顾客是明白的啦 如果他不明白 你必须要最明白来解释给他听 因为如果你都搞不清楚 你也很难解释给他听 好吧这个影片就讲到来这里 希望刚才的information呢 可以帮到你或者是给到一些灵感给你 再刺激你升级去到另外一个level 因为现在是改变的当中 希望每一个人都顺顺利利的度过这一关 然后讲到来这里 我想借这个机会来提醒你 不要让这个环境 让你怀疑你自己的能力 也不要因为这个事情 让你忘记你以前一直以来做的很棒的事情 你来到这里做到现在已经是很棒了的 因为这个事情太过夸张了 比你有能力比你有经验的人都尝到很舒服 何风还累呢 其实你也不是唯一一个受到影响的人 你看你周围的看我们看其他人 我们全部都一样遇到这个问题的 我们是一样的 所以你并不是一个人的 然后也不要怀疑你当初所做的决定 比如说为什么你会选这一行 为什么会选这个partner 为什么你会请这个stuff stuff也不要想为什么我会跟这个老板 为什么我会选这个地点开 为什么这样子 为什么这样子 其实不用怀疑的 其实我们选择没有错的 是这个事情太夸张了 每一个行业都受到影响 不要因为这个影响 让你怀疑你自己太多东西 这个时候你应该是要最强的时候 并不是要怀疑你自己的时候 所以你要清醒 你要做什么 你应该做什么 接下来你要怎样做 所以你如果够强的话 你才可以过这一关 其实没有别人可以教你 如何可以走过这一关的 因为只有你自己了解自己的立场 跟知道自己的情况 所以只有你自己才可以帮到你自己 也同一样的道理 当全世界的人都觉得你做不到 只要你够相信你自己 你就一定做得到 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 我已经说你这么认真的 认真的 好了 说了不多说了 都说了很久了 我们下个影片见 应用力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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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